直光排成了一根根想念的藤,深深扎根在心底,日子融成了一片片叶子,随着风幻化成不同的姿态,我家心里那一点一点过浓过淡的期待,凝成一朵不会凋零的被雷,只为于你,那一场等待了太久的遇见,那不算是个好天气,很是阴沉的天空里,飘洒着密集的雨丝。 我伸了个懒腰,视线透过窗落到了那棵树上,细雨在叶子上缠成一枚圆润的水珠,顺着夜间菜的一声滑落了,轻轻合上了手里的那蓝瓷,凝视着那被雨擦拭的有几分可爱的绿叶子,那些子在牢脑海里,却是渐渐的清晰。 佛说,前世的五百次回眸,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,那么,如果,我们遇见,就不算是意外的了。 游记着宝玉同待玉的初见,那种熟悉的归宿感,只因是有前世之约的,所以才会如此的亲切吧。 即便只是今生的第一次的遇见,如果,我们遇见,生命又会是怎样的风景呢? 我在想,我在等,我在期待,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 齐慕容说,为了遇见你,我跃渡一棵开花的树等,在你每日必经的路旁,开不开花,我不在乎,我只要树的姿态,这就是那种等待着的心情吧。 只是,你会在我多远的未来,如果,我们遇见,那一间会不会是少有的晴朗,你的身边会不会长着一棵开花的树,你会不会穿着一件我喜欢的衬衫,我会不会一眼就能确定那是你呢? 光是偷偷地想想,就有些甜蜜的小幸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